罗佛一名实习能力低的轮胎维修员因为误信朋友 坠入了对方合伙开网购公司的圈套 卷入总额70万令吉的非法借贷活动 结果遭到多个州属的警方传召问话 男子的家人之后发现对方并没有经营网络生意 而是以财务公司的名义招摇撞骗 事主今天在家属的陪同下向政党求助 希望警方采取行动尽快逮捕诈骗案的主谋 29岁的徐永军是一名轮胎维修员 两年前就在轮胎店认识老板的一名亲戚叶先生 因为叶先生在工作上的帮助 事主开始相信他 在对方的游说之下 两人去年6月就开始经营网络生意 徐永军表示 对方先指示一名朋友 带他到大麻公司委员会注册公司 第二天再带他到两家银行开设户头 虽然这个生意完全不需要出资 但事主必须交出银行卡 叶先生也答应半年之后 将把网络生意交给他打理 叶先生在前半年有给市主三千令吉的话 直到今年1月对方开始变得冷漠 3月他被警方传召问话 指他的银行户头被滥用 涉及超过250个银行户头 高达70万令吉的网络诈骗 经过调查 事主的家人才发现 所谓的网购生意并不存在 对方是以财务公司的名义四处骗钱 事主的姐姐陈书颖相信 对方知道弟弟的学习能力比较低 才会利用他成为戴罪羔羊 一定是看准 就是说我弟弟如果被抓的话 他不会马来文 不会英文 没有认识人 然后如果警察叫他认罪 他就认罪 然后警察叫他抓他去坐牢 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帮到他们 他们就是这样子认准 我弟弟就是这样可以被欺负的人 陈书颖指出 弟弟不善于表达 家人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才得知来龙去脉 他们是五月三十号开始到警局报案六次 期间更到森美兰河几打等州署会见查案官 他控诉 今晚警区总部的女警长 不单单拒绝过目他们收集的资料 反要弟弟直接认罪 他们明天会到五级安曼警察总部的 警察廉政及标准执行部投诉 MTV7采访报道